第十一章 许凌英的愤怒 该死的许二郎 肯定是他这里出了问题 不然二叔这么疼我 不会让我喝这鬼东西 许契安放下碗 抹了抹呛出来的泪 脸上笑眯眯 心里MMP的看着许新年 都怪大哥 要不是他出馊主意 非让我把清菊带回来给凌英吃 我许新年岂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许新年暗暗皱眉 在心里把大哥埋态了一百遍 兄弟俩低头吃菜 来填充酸水翻涌的胃 看看 兄弟俩一下子精神起来了 吃东西都不香 许二叔落井下石 笑得那叫一个豪爽 许契安和许新年都不搭理这个外表忠厚 其实心眼贼多的中年老男人 等呕吐欲望被饭菜压住 许新年缓缓吐出一口气 放缓了进食速度 辞救啊 大哥有个问题想请教 鉴于和小老弟之间有意的小船岌岌可危 许契安措辞很客气 什么是 许新年像急了他娘 傲娇地抬了抬下巴 似乎想起了什么 补充道 一些无理取闹的事我不会做 比如 大哥的貂蝉在哪里 这件小事 许契安早就忘记了 因为福香很满意他的妖力 所以许白嫖对自己的能力非常自信 渐渐地就把这个突发奇想的创意抛之脑后 你通读史书 知不知道远景帝曾经废后 许契安问道 唉 许平志筷子一敲碗盐 钉得脆响 告诫道 虽然在家里 但也要尊称陛下 养成习惯 免得在外头脱口而出 惹来麻烦 远景是年号 用年号称呼皇帝是大不敬 就像江湖上很多人喜欢用魏清衣来称呼魏冤 远景帝废后嘛 知道 当时据说闹得挺大 许二郎说 诶 你 许二叔看向儿子 但侄儿和儿子默契地不搭理他 继续交谈 为什么要废后 不知道 史书上也没有写 不过当时闹得挺大 满朝文武都在死见 御史和给事中上窜下跳 恨不得爬到远景帝头上拉屎撒尿 来彰显自身的文明 许新年加了一筷子的菜 边吃边说 最后给死见回去了 虽然没有废后 但皇后被打入冷宫 远景十四年才出来 平时 皇帝的一言一行 皇帝在朝堂上的做派 都会被史官记录下来 就远景帝修道这件事 头几年 史官们的记录是 帝修道 荒废朝政 远景帝看后大怒 要求史官修改 史官宁死不屈 不惜被四百零四 不过连续停仗三人 罢免一人后 史官们屈辱地弯下了膝盖 改成 帝修道 朝政亦不悟 不过 若干年后 后人重修这段历史 远景帝多半要被打回原形 甚至被抹黑 那后来怎么放出来了呢 许其安当时不好意思追问怀庆 毕竟那是人家父母 一段不堪回首经历 不过话说回来 谁家父母没闹过离婚啊 那一年是魏渊大败北方蛮子 凯旋而归 远景帝大设天下 顺便也设了皇后 许昕年道 我说 怎么远景十三年 那么耳熟呢 原来是魏渊一举成名天下之 抱歉为公 我不是故意对你不敬 原来是魏渊初次展露 蒸容头角的那一年 赴云州的途中 四号曾经说过 远景十三年 收秋之后 魏渊临危受命 北上领军 只用一个半月 就击败了北方蛮子的骑兵 难怪怀庆会成为魏渊的弟子 原来皇后还受过魏渊的恩情 许其安恍然大悟 虽然没搞明白废后的原因 但也不算没有收获 至少明侦探许白嫖 可以由此推理出 皇后即使犯了错 但不算大过 否则远景帝不会借颇下驴 特赦了皇后 明艳 你饭后有时间的话 去接一下灵音吧 审慎一副和倒霉者 八字不合的姿态 但使唤人起来 毫不客气 这嫩启蒙的书籍 也就寥寥两三本 学不了一天 再加上孩童天性顽劣 禁锢在课堂一整天 未必有益处 所以通常五十下一刻就结束了中午十二点十五分 辞旧怎么不去 许其安推托 辞旧下午要在书房读书 婶婶不悦道 叫你做点事 推三阻四 许其安邪了她一眼 婶婶你把绸缎都还给我 婶婶挤出一个美美的笑容 哎呀 宁艳 一家人不说两家话 来 吃菜吃菜 婶婶给你加快鸡肉 自从许其安升官发财 还买了新宅 婶婶在她面前 就直不起腰来了 说话兜里不知气不壮 许其安问了地址后 又道 凌月妹妹跟我一起去吧 正好带你们姐妹俩 在那城逛逛 买点首饰什么的 婶婶一听 道 宁艳啊 要不婶婶也一起去吧 你特么就是想坑我钱吧 许其安用质疑的目光 审视着婶婶美艳的脸 可以 不过首饰不买了 这臭小子扣扣索索的 婶婶板着脸不去了 二叔你看 婶婶就是为了占我便宜 可连我媳妇都没娶 我得存钱娶媳妇的 许其安立刻告状 许二叔无奈道 我刚不是给你五十两了 你还有脸提那五十两 婶婶气得拍桌子 你哪来这么多银子 还不是某人给的 许其安明白了 难怪二叔今天心情不好 原来是私房钱被婶婶收缴了 可你也不能把脾气冲我身上撒呀 他心里抱怨 青云堂 青云堂的名字有两重意思 一是取义平不青云 二是蹭一蹭京城外那座青云山的热度 开设私塾的是一位老秀才 叫李炳毅 五十岁高龄 两眼已经开始昏花 正因如此 才屈尊降贵 教导志同启蒙 树修非常高昂 每三月交一次 李炳毅老先生有个规矩 家中有文人的 树修少一半 家中有官职在身的 树修在少一半 当然 前提是文官 武将除外 凭借这条规矩 李炳毅老先生 把青云堂打造成贵族小学 那些个不缺钱的大户人家 觉得这条规矩有趣 凸显出了自身的优越感 再加上李炳毅老先生教书 确实有一套 因此 没时间给自家孩子启蒙的大户人家 都愿意把志同送来青云堂 各百月前 李炳毅老先生遭遇了一生之敌 是他这辈子最难教的学生 许林音 你站起来 讲桌上 李先生抓起竹条 桌子敲得砰砰响 堂下坐了二十多名志同 东侧的角落里 一个扎着同济的女童 很乖巧地站了起来 他五官稀疏平常 圆圆的脸像一只包子 双眼明亮有神 把三字经背一遍 李老先生盘坐着 语气平静地吩咐道 人之初 性本善 性相近 背到这里 女童卡壳了 李老先生习以为常 不动怒 捏着眉心 叹息道 为什么半个月过去了 你还是指挥这三句 这种纯小孩 不值得动怒 许林音娇声道 我爹说 一招先吃变天 一招先吃变天 是用在这里的吗 李老先生愣了一下 想起这孩子的父亲 是一位粗鄙的武夫 也就不生气了 每天念书 你念得最大声 十字都没问题 为什么要你背的时候 你就背不出来了 圣人曰 格物置之 你有自我反省过吗 许林音困惑道 先生只教了三句呀 满堂哄笑声 李先生心累得摆摆手 你坐下吧 这孩子的家里 只有一个二哥是读书人 且是云露书院学子 真不知道是怎样的环境 教育 教出两个差异 如此巨大的孩子 偏头看了盐水漏 到饭点了 李先生咳嗽一声 两课中的用膳时间 切记实不言 说吧 他离开学堂 绕到后院 享用午膳 孩子们一下子解脱 嘻嘻哈哈地热闹起来 纷纷从各自的小布包里 取出食物 许林音今天的午餐 格外丰盛 水晶饺子 梅花香饼 鱼肉丸子 以及几样桂月楼的 极品糕点 他的食物 是其他孩子 两到三倍的量 许林音很有意识感的百好 咽了咽口水 他一整个早上 心里都在惦记着布包里的食物 整个学堂 没有比许林音更丰盛 更昂贵的伙食 当然 许林音的午餐这么丰盛 是有原因的 昨日是许大郎调宴的日子 许府大量购置了顶级食材 准备风光大葬 谁知道许大郎回来了 招待完许是族人 还剩下许多好吃的 你的食物我要了 一个小胖子 走到许林音书桌边 趾高气昂地俯视他 小胖子是学堂里的孩子王 长得最高最壮 比许林音大一岁 今年七岁 不但最高最壮 而且家事背景也最深厚 父母倒不出奇 但书工是吏部文选司郎中 正无品 吏部可是公认的六部之首 文选司更是负责人事任命 在吏部四司中 只有考公司能与文选司媲美 不给 许林音护住食物 凶巴巴地瞪眼 你又想挨揍 小胖子瞪大了眼睛 许林音的手镯 就是他给抢的 小丫头最初也不给 但被他推倒在地 打了两下 就给强行拿走了 这个很笨的丫头 不哭也不闹 好像镯子没了就没了 不是什么大事 小胖子回家后 骗娘说镯子是捡来的 母亲就很高兴 因为那镯子 在当铺当了八两银子 后来笨丫头的娘 赶到学堂里来理论 但因为许林音没有指认 所以那个凶巴巴的娘 被先生给挡回去了 于是小胖子就知道 抢这个铜窗的镯子 是没事的 既有银子 又不会被大人责罚 最开始几天 他一直盯着 许林音的手腕看 但打那次之后 他就不戴镯子了 这个被丫头 很好欺负 但之前没有 被欺负的价值 这次不同 小胖子一眼就认出 那是桂月楼的糕点 他随去桂月楼吃过 非常好吃 小胖子想吃他的东西 就一定要吃 学堂里的孩子都怕他 没人敢没腻 走开 许林音大吼 瞪着眼睛 刺着牙 像一只护食的小兽 小胖子愣了愣 似乎没想到 这个好欺负的笨丫头 居然突然变硬气 还敢凶他 他被激怒了 你找死 他握着拳头 咬牙切齿地发力 卯足了劲 朝着许林音的脑袋 砸了两下 沉闷的两下 许林音痛苦地抱住脑袋 小胖子用力一推 把他推得翻在地 他满意地把盒子里的糕点 抢在怀里 得意洋洋 早些食相 就不用吃这么多苦头 你家还有没有这些好吃的 有的话 明天带过来 他熊啾啾气昂昂地 回自己座位去了 旁边的孩子们 看着这一幕 有些羡慕 想着 如果刚才自己也加入的话 现在就有好吃的了 许林音陷入了六年人生里 前所未有的愤怒 他默默地起身 不说话 低着头走向李先生的讲台 抓起了坚硬且厚重的竹条 他要拿先生的竹条打你 小胖子身后 一个孩子用着他的肩膀 给出提醒 小胖子抬头看去 看见那个被欺负了 也不会吭声的小姑娘 高高举起竹条 小小的胸腔里爆发出一声中气十足的 呀 他 竹条狠狠砍在小胖子的脑壳上 力道之大 应声断裂 小胖子两眼翻白 丧失了所有意识 他仰面栽倒 嘴里还含着糕点 许林音小手的虎口 被竹条反震之力 震得通红 学堂里的小朋友们惊呆了 有些害怕 有些不知所措 但也有机智的小朋友 迈着小短腿 跑去后院找李先生 李先生正和夫人吃饭 两名婢女侯立在侧 先生 先生 那个笨丫头杀人了 一个男童跑进来 喘着气息 卯足了劲的喊 李秉义是读书人 兄里养着静气 皱着眉头道 怎么回事 笨丫头把胖小子给打死了 用您的竹条 男童乍呼呼地指着外头 我去看看 李先生放下碗筷 起身 领着男童返回学堂 穿过内院 进入大堂 李先生便看到一群小孩 围着小胖子 小胖子四仰八叉地倒地 不知死活 当即吓了一跳 到内院喊来夫人帮忙 照看小胖子 顾不得收拾许林音 她有遣下人去 就进了医馆请大夫 好在学堂地段很好 以管离得不远 很快大夫就来了 大夫过来 看完后 脸色凝重 到无生命危险 只是少步的腰卧榻休养数日 李先生如释重负 这孩子怎么受伤的 大夫问道 志同之间的玩闹 志同玩闹 静下手这般重 李先生再也按捺不住怒火 拎着许林音的后领把她拖过来 怒喝道 许林音为什么恶意伤害同窗 许林音大声道 她抢我吃的 李先生更怒了 就为了这个 你差点把人打死 许林音倔强道 她抢我吃的 这个又笨又倔的女童 让李先生出离了愤怒 刚要训斥 外头传来喊声 我家少爷呢 谁欺负我家少爷的 两个身体强壮的仆丛冲了进来 最后探引于 恶意伤害味道